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离开这里 我们这里不欢迎外来者 我并不是外人 只是回家而已 回家 我们这里可没你这样的贵族少年 这样可以证明了吗 你是哪一家的 我姑姑叫唐月华 是她让我围来的 你就是唐三 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就是 跟我们走吧 这片山脉很是奇特 大部分非常陡峭 这一道接一道的天谦 哪怕进攻者的数量是防御者的十倍 也未必能够如愿攻入 进可攻退可守 没想到昊天宗竟和唐门利用了同样的天谦屏障 这种熟悉的感觉 这种熟悉的感觉竟与唐门有些相似 莫非 那就是 昊天族 这些千米城的铁锁 应该是宗门第一道关口 如果有嫡系 一旦抵挡不住 撤退到第二道山 然后斩断铁锁 这样一来 不但有时间缓冲 也可以继续以第二座山为屏障 抵御来敌 因为温度变地 铁锁结冰变碎变滑了 大家小心 温度越来越低了 这种弱 四十几下浑身 根本走不了 这小子 速度倒不差 这座山峰已有两千多米高 温度 云雾 风 铁锁 任何细微的变化 都可能引起精神上的高度紧张 一个不稳 岂有可能掉下去 那时就算是封号斗罗 也难存活 云雾流动方向 速度似乎变了 四十几摩通 大家小心 精神力也绝用在铁锁上 尽为注意到他 闭不开了 即神光 还是晚了 打高 腾天 腾月 第一魂剑 缠闹 糟糕 糟糕 蓝眼黄极限一百二十米 腾天 不 先送你上去 我去救他 腾三 你去 腾三的 都怪我 这 居然 会飞 这小子 真是出人意料 好兄弟 谢了 大哥 你的拳头很重啊 少来这趟 分明是你的骨头 震得我手生疼 谢谢 是姑姑派你们来的 来吧 刚才那个 就是你双生武魂中 主修的武魂 蓝茵草吧 嗯 那你怎么会飞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十万年魂骨 有飞行的能力 我也是第一次用 听二姑天花乱坠的夸念 本来我还不服气 现在 服了 还剩最后一座山峰 卫威尔丽 灰红浩然 不愧是天下第一栋门 如何进去 至少需要两个族人同时开启 难怪不需要开手 宗主吩咐 直接带你去见他 我们就不带你参观宗门了 全实质结构 攻势相当坚固 宗主 我们接会唐三了 进来 小三 姑姑 嗯 这就是大伯伯 竟比爸爸还未安 好 自己摸通 傻神鲤 狗鲤 约了好厉害 通过指尖 将我力准备压力 得以尽重控制 就失败了压力 压力将我弹开了 这时间在躺在异人身上 和他为何竟死毫无影响 那白色气息是什么 好强大的压力 试探我吗 来 参见宗主 你说家伙是人吗 维雅之下 他居然只是共享 还能开口说话吗 两大领域都已开启 但压力 让压度我难以呼吸 他看似会不会想 其实 是找到了压力薄弱出来 趁此减轻压迫 起来吧 你这是干什么 负债自还 宗主 我愿为父亲承担一切责任 你承担得起吗 我不知自己是否承担得起 但我愿用这条命 为宗门效力 尽一切所能 自己的事 竟然让一个孩子来承担 堂好啊堂好 宗主 父亲不是逃避 他说 他无言面对宗门 他还好吗 父亲很好 他每天都陪在母亲身边 准备以子度过余生 陪在你母亲身边 母亲去时候 化身成蓝阴草 竟然 好 好 或许这对他来说最好 宗主 这是父亲让我带来的 他说 这是他唯一能够为宗门做的 好 好敌他 他 父亲说 如果他不这样做 就无法安心陪伴母亲 宗主 您不用 叫我大伯 大伯 其实 我从来都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 如果阿英选择的是我 我会和他做同样的事 大伯 我都不希望他的事成为你的负担 为宗门尽力是你必须要做的 因为你也是宗门的一份子 谢谢您 大伯 月华 明天为孝三举行认祖归宗仪式 你来安排 宗门长老那边 与其私下同志 倒不如拜在台面上 宗门直系弟子上下四代人 我们是第三代 一共约两百多 今天只来了一部分 其余人在前约修炼 现在宗门情况复杂 如果从你父亲的角度来看 宗门分为两派 以你大伯为首的一派 认为当初之事错不在你父亲 而是因为武魂殿的霸道跋扈 而另一派则是以一代几位长老为首 他们认为 你父亲与魂兽结合 这才造成了后来的冲突 并且还气死了你爷爷 最不可说 你看还有脸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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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脸回来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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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您的意思是 我认足归宗之时 会受到宗门长老们的阻挠吗 嗯 长老们不仅实力强大 性格强硬 偏执 而且 错 最坏的结果 会将你拙出宗门 废掉无魂 既然您让我回来 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我送你两个字 强硬 在这里 实力 就是话语泉 你怎么突然间 那么冷 order 喝 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怎么来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